大家好,我是蔡英勤 上一讲我们提到了仲介创作类型的手法 这一讲我们回到了国家 谈到了英国 无论是Anna Adkin在1842年的时候找到的兰赛法 并在隔年制作了一系列英国藻类的书籍 这可以说是第一本一系列的有摄影插图的书 或者是Talbert 他在1841年的时候发明了卡罗法的摄影书 并在1844年的时候出版了一系列的自然的铅笔 被摄影史的学者清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出版 迈向公众的摄影书 藉此我们可以知道 摄影树的起源地在法国 摄影书出版的起源则在英国 接下来我们会提到两位知名的英国当代摄影家 而这两位都以摄影书作为出版世界 在他们摄影创作历程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第一位是Steven Gill 他出生于1971年在英国的Bristol 并且他在2005年的时候创办了Nobody Book 这一个重要的自出版社 他提及摄影书的制作可以使得创作的过程 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 而书籍不仅仅只是照片的外壳 而甚至直接等于照片的最终表达 Steven Gill他的创作的习惯 时常以长期的摄影计划以及研究为主 并且着迷于地理而非仅是概念 比如说他会记录他住在东伦敦的那一块城镇 所有的日常生活 人们的起居 甚至一座小池塘都是他所着迷的一些物件跟环境 他也宣称他的摄影的创作计划 本身是由地点去引导启发的 而对该主题进行更深入的反应跟支持 所以不仅仅只是他脑中既有的想法去呈现出来 而是受到一个当地实体的物件 或者是一个环境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Steven Gill一本非常重要的摄影书 在2010年出版叫做贡存 他的封面是用大理石文所制成 2010年出版了1500本 但却有6种不同的封面 所以每一种封面各250本 而体现了这个池塘的多元的面貌 他在layout上面跟装针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仿19世纪以前摄影透过生态的科学纪录的那种Codex 就是真本书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形式 在侧边疏口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一点的好像霉菌细菌的增生 这是在印刷的时候在侧边撒上墨水 所进行的晕染的动作 这本书的内容是有一次有人为Steven Gill 要不要去记录卢森堡有一区炼钢业的遗迹 尤其是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池塘 所以整本书就好像从这个池塘里 捞出来的那样一个多元的变化 透过装针的手法去呈现出这个池塘的地理环境 Steven Gill非常喜欢透过物质化的方式去面对摄影 他会把照片印出来进行后加工 会赏上沙子把它泡在水里等等 所以他的照片我们看起来好像不仅仅只是影像而已 而是影像的表层好像有一些甚至是一些生命在上头 他跟卢森堡的研究机构借了显微镜 透过显微镜去记载每一滴水滴中的微生物 还使用了水下摄影机去拍摄这个池塘周边的人们 非常像一本19世纪的科学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图录 用非常古典的编排的方式 就是对叶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Steven Gill如何把两个世界 也就是生活在池塘周边的人们 以及池塘内的生态世界 共融在一本书籍的物质性当中 透过了装针手法、印刷的疏口 以及影像的特殊化处理 使得书籍成为一个自主的世界 而接下来要介绍另外一位摄影家 是Paul Grant 他出生于1956年 比Steven Gill大了差不多15岁 他出生于英国但定居于纽约 他其实记录了非常多的美国的当代生活 Paul Grant的作品 时常探讨人与人之间若即若离的失忆关系 他曾在interview里提到 他说他并不想跟五分钟前才见面的人 产生某种亲密的关系 他形容当代生活就如同船只在黑暗中掠过 因为世界上99.99%的人 是由陌生人所组成 接下来要介绍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摄影书系列作品 叫Assumer of Possibility 可能性的闪光或闪烁 他于2007年的时候出版 总共有12本 他就像一篇短篇小说 内容主要记载的2004年到2006年 他在美国各个不同地区 所记录的来自经济中低层的这些人们 有在脱衣舞娘厅 有在街边 拍摄甚至可能是街友 等等的 里头的页面之中 反映了非常多人们 身处在当代生活中的一些无助 更有意思的是 这12本里面的内容 有只有一张照片的 也有60多张照片的 所以他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这使得他们这12本之间 有某种互相阅读的关系 比如说像这一本 看一下Program 在里面的页面布局 他非常喜欢用大量的留白 产生出某种荒诞的无助的空间 这一本记录了一位游民 跟一位正在等公车的一位男子的抽烟 并且可以注意到 用非常连续性的画面去呈现出来 有时一张跟一张之间 又没有很直接的去有一个连结 产生出一个非常失忆的张力 最后又回来 在卖花的游民 又接过来 在抽烟等着公车的男子 两个主题透过页面交织其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Program如何把不同的人们的处境 安置在这十二本不同的空间当中 比如说我们来看下一本 这本是这十二册里头呢 唯一一个只有一张照片的 一翻开大量的留白 就如同书名 就像一个闪烁的可能性 一台恰似废弃的汽车 自放在加油站旁边 六百 就没了 所以我们会好奇这一张照片 尤其它又只是一本书 它如何跟其他十一本 产生出某种护文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本的叙事 这个明显就比较厚一点了 像一个夕阳 然后主角是一位非裔的美国人 Program透过书籍的翻阅线性的时间特性 穿插了两个 一个是人物 一个是场景 而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注意到 是一个即将下山的 一个夕阳的一个景象 然后面对着大量空白的一个非裔美国人 翻过来 又是夕阳 很完整地呈现了 人们在当代的生活里 又或者是在城市当中的某种孤独的 我们的处境 用非常失忆的手法 重复的 交叉的 去进行这个叙事 仿佛时间过得很慢 你一夜跟一夜之间 人们在影像中的动作 只有一点点的差别而已 有点点 复阳也是慢慢的落下 可以看到夕阳慢慢的下山 然后最后夕阳结束 他又透过景色非常隐喻地描述了这位非裔美国人 有非常多烧头的等等的一些 像有一些苦恼在一个巨大的城市当中的无助 所以我们透过这三本的阅读可以知道 这十二本 Assuming of Possibility 是必须一本跟一本之间彼此互相的阅读 才可以知道Program在这一系列当中 要呈现出怎样一个美国当代的生活的一个景况 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两位创作者的不同出版策略 一个是探讨地理的 人文的 单一文本的长篇 跟众多十二本的短篇小说 关注在书籍的物质性 妆真 游牧的喷洒 甚至影像的重新后设的再制 Program是透过翻阅的叙事 大量的留白 透过编辑跟编排 去呈现出人们生活的某种诗意的情景 自出版社 Nobody Book Mac 英国很重要的大型出版社 甚至也被评为这十五年来最重要的摄影书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创作者 如何把对世界的关心浓缩在书籍这个物件当中 使它成为一个平台 并提案它对世界的问题一时 使读者跟观众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